国际领袖基金会于12月17日在马里兰州举办分会授证庆典 近百名社区精英和各界人士前往参与 共同见证亚裔领袖的风采 马州参议员李凤谦发表讲话 对国际领袖基金会大力提升美国亚裔地位 培训国际青少年未来领袖 并促进美国及亚太地区国际交流 提出充分肯定和赞赏 马州众议员齐莉里表示 国际领袖基金会作为全美最著名的青年领袖人才训练机构 输送了大量亚裔人才 为美国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金会创始人董基林在演讲中 感谢了道场嘉宾对国际领袖基金会的支持 并强调培养更多亚裔领袖的重要性 马州蒙郡郡郡长Mark Eldridge和马州蒙郡郡议员Andrew Fresson 对创始人董基林做出的努力感到赞赏 并呼吁更多人加入到培养亚裔精英领袖的队伍中来 在场观众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 并支持这样扶持亚裔族群的非盈利组织 董基林分别像鱼乃粪、白月珠和西点 颁发了美国总统一公奖 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负责三所分会 为社区服务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随后董基林为这三大分会的成员 颁发了2020年全国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顾问证书 国际领袖基金会有20个分会 遍布全美各地 包括15个地方分会和5个专业委员会 大华府地区分会、培训委员会 以及商业创新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 均到场参会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夏诗林为您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